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今天我跟大家讲的话题是海外华人华侨对中国经济的贡献 现在我开始我的演讲 记得我在小学的语文课本上学过这样一篇课文 课文的标题叫做苦诱 他讲的这个故事是说有一个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伯父 当然他是一个华侨了 好像是生活在南美洲的智里 回乡探亲的时候 非常思念家乡的柚子的味道 就上街去买柚子 遇到一个卖柚子的小姑娘 她其实是一个学生在帮着家里面卖自家的柚子 于是这个小姑娘就开始跟这个伯父对话 这个小姑娘非常诚实 告诉这个华侨华侨叔叔说 我们家里面这个柚子卖得很便宜 而且呢 他并不甜 是苦的 这个伯父非常感动 觉得这个小姑娘很诚实 然后呢 掏出钱 就把他这一筐柚子都给买了 为什么这个故事让我印象这么深呢 因为最近我在读一些跟华侨华人投资 这回国投资办厂有关的背景故事 我分析了一下呢 觉得这个这一篇课文所讲的这个故事啊 其实非常具有典型性 它虽然很短 但是呢 概括了几个非常突出的和非常典型的特点 首先第一呢 就是海外有许多的华人华侨散布在世界各地 这篇故事里面讲的这个伯父来自南美洲的智利 这也体现了这一点 其次呢 就是许多的这样的常年居住在海外的华侨和华人 虽然这个漂泊多年 但是思乡心切 并且报国的心不改 一有机会呢 就会回乡探亲 并且想办法去报效自己的家乡 还有第三个可能 你仔细分析就能得出的一个结论呢 是在那个年代 或者说在这个课文里面描写的这故事当中 回乡的华侨 经济地位是比较高的 我记得当时的这篇课文的插图上 这个伯父穿着一身西装 看上去很洋气 那显然呢 他也反映了这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一个社会现实 那就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还相对比较低 需要靠这些回乡的华侨来资助 可是如果我们再往前回溯一下 去追溯到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 中国的这个课本也好 还是读物也好 对于这些回乡华侨的描写的话 就不能看出一个非常巨大的反差 在六七十年代 因为中国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 当时呢 是这个文革正在进行 所以呢 许多的读物和许多的影视作品 会把这些华侨和华人描画成特务 或者是间谍这样的形象 那显然这个巨大的转变呢 其实它反映的是华侨的这个群体在改革开放的大潮当中 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因此呢 从这个宣传的角度也改变了对他们形象的刻画方式 记得这个课文的结尾呢 这位华侨伯父他意味深长的说 金钱可以买到山珍海味 可以买到金银珠宝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金钱买不到的是高尚的灵魂呢 这个是当时我们小时候受到的一种道德教育 你看这课文呢 把这个华侨伯父还放在了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 更可见出来 他们那一代人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所带来的贡献 其实确实是可见一斑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 很多华人华侨呢 都踊跃的回国投资去办场 可以说他们的这种全权赤子之心是彰显无遗 我最近看到一组数据 仔细想想还挺感人的 这组数据呢 显示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 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华侨和华人对于国内的投资基本为零 可是为什么呢 并不是因为这些人不愿意回国和回乡投资 而是因为当时国内执行这种非常封闭的路线 不论是政治上的高压 还是经济上的封锁 所以呢 可以说这些海外的华侨华人是报国无门呢 到了70年代末 众所周知 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道路 打开国门 让中国经济开始逐步的走向世界 这个呢 一方面扭转了国内这种封锁的局面 另一方面也奠定了 今日中国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坚实的基础 在1979年1月 邓小平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 现在我们搞建设 门路要多一点 可以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技术 华侨和华裔 也可以回来办工厂 他的这句话呢 可以说得到了海外华侨华人 非常积极的响应 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数据 是这样子的 从1979年到1981年 这三年之间 这个允许开办的合资企业当中 总共 OK 这三年间 中国总共有48家合资企业创办 而其中呢 有28家 都是有海外的华侨华人 或者是港澳同胞 所出资建立的 占比60% 他们的这种非常踊跃的反应呢 可以说引起了 这西方的企业家更多的注意 换句话说 就是这些华侨和华人 他们起到的是一个排头兵的作用 他们带头的 把中国的这些商机 介绍给了他们所在的外国的社会 和外国的商界 他们可以说是改革开放 给中国带来第一桶金 或者说第一批 这个对外开放机遇的 这些电击人和先驱者 同时呢 除了本身投资以外 华侨和国内的接触 其实还带来了外面世界的信息 带来了观念 带来了管理的经验 这些的这个接触呢 又进一步的说服了中国的领导人 以及中国的政策制定者 认为呢 就是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力度 是有必要的 所以说当时也提出了这么一个八个字的口号 叫以桥引桥 以桥引外 换句话说呢 就是通过这些华侨来吸引更多的华侨和更多的外资 来关注中国 来投资于中国 此外呢 这些华侨其实还帮助自己的家乡 也就是许多的侨乡 推动了他们的经济建设 在这个中国沿海的广东啊 福建啊 浙江啊 这样的省份 有许多的市镇 其实他们是多年以来都有这种 向国外输送侨民的传统 因此呢 很多侨民在回乡投资的时候 在回国投资的时候 也会首选自己的家乡 这样呢 他们的这种积极性 其实就带动了许多 所谓侨乡 非常快速的经济发展 现在我们进入了2017年 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 面临新的机遇 那华侨和华人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贡献的机遇 有哪些又有哪些呢 我觉得和这个八九十年代早期相比啊 现在有两点变化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 第一个特点呢 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 中国大陆更多的呢 是从以前的这种原材料的来源地和廉价劳动力的一个提供 提供者变成了广阔的市场 甚至呢 变成了新兴的创新和创业的一个温床 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特点 而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在新的世纪里面 回国投资的海外华人以外 除了他们以外呢 还我们看到更多的海外的华侨华人 会选择永久的回国定居去工作 或者是去创业 这样的现象现在也越来越多了 所以我觉得不管未来怎么变化 中国大陆和海外的华侨华商之间的这个纽带都不会减弱 这些这个海外赤子他们的全权爱国之心 和浓浓的赤子之情都是有目共睹的 而且未来也肯定会给中国的经济带来更多的活力 我今天呢 大概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